智慧 我看你彼此家姓 所以,我都在演出的一場, 我當時就知道,我都在演出的, 但我都在演出的, 我都在演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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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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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問你 你整個答案 我答案 非典的 我不會說完你 很開心 很難的 因為 因為我自己入行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個 對我最大的比法 是 讀計本高院 謝謝 swords 一邊 從 我忘記說 對不起 dina 給我 謝謝 你 你說 謝謝 謝謝 今天很開心 道齊豐會關於上台 感謝道義會 謝謝 先拍照吧 我們一起拍照吧 有人能夠認同你和鼓勵我 其實因為道齊豐是我第一個拍《鹿頂記》的時候 我到現在都記得第一天是怎樣拍戲 那天是道齊豐導演和我一起拍《鹿頂記》 還有現在他給我這個榮譽 我經常覺得很開心 他那時候覺得我的妝不行 因為他覺得不夠髒 不夠髒 然後我就做到 他說你那時候是一個市井的人 一出場的時候 我在市井出現 那時候其實他給了很多啟發 還有我會覺得做演員 除了你的表演之外 在造型上面都應該有很多 有些想法 我經常都會很希望 我們能夠在自己拍電影的期間 所以我去做一部電影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但是因為這些事情 很多事情都是講緣分 不知道大家的想法會不會一樣 所以我都會覺得 很多時候我會希望浪費多些時間 和他在一起 因為我創作了一個電影 我覺得是需要大家 對一些生活的看法 或者人生觀 或者價值觀的一些體驗 是不是很一樣 這樣才會很容易創作 我不覺得 我覺得我和阿杜都是 我今晚見到他 我都覺得是一個 聊天也是一個好好的朋友 但是我不知道 那個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怎樣 這個要慢慢去探討 比你去啟發更多 當然不是 我經常都覺得 人和人之間是互相啟發 不要說誰和誰多 因為每個人都不一樣 這樣就無所謂 我經常都會覺得 不是一個獎 是一個你對那個工作 你那個熱誠和你那個 怎樣說 這個dedication 你付出多少 然後不是一個獎 當然一個獎最好 但是你如果付出了很多的時候 你已經會覺得 做完之後 你會覺得是一種 滿足感 如果當然有一個獎更加好 就是這樣上天花 是的 但是如果你做了很多事情 你浪費了很多時間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已經對得住 你會覺得對自己有一個交代 我們 其實我上一年 在東京電視節的時候 已經跟他見過 我們其實都是計劃 會做一個電影 但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他正在寫劇 不知道什麼角色 但是我相信我們會 不久的將來 會是做一個 這個計劃 嗯 其實我從小到大 是越緊張 就好像顯得越淡定 但是出來 就開始反應得切了 然後我說 剛才發生什麼事 然後看到大家 看到這麼多位 你忍不住我 是的 你們是看著我大的 然後 我就覺得一直以來 對 就是 可以來到這一步 真的很神奇 所以 沒有 沒有引導 所以很感謝大家 是不是特別有意義 嘉玲姐和你合作過 去頒這個獎 是的 嘉玲姐和我合作過 那部戲是 以青春的名義 是我第二部戲 《骨妹之後》的電影 戲份不是很多 但是那時候已經很感恩 因為我拍完《骨妹之後》 我沒有想過 會有第二部電影 所以也很印象深刻 嘉玲姐 沒有想過今天是她頒這個獎給我 所以意義很重大 我也沒有想過 導演會可以得到這個獎 台下有很多合作過的導演 合作過的演員朋友 在這裡 我覺得很 大家剛才都 很大力拍手 我覺得很好 大家很疼我 很多前輩 是的 很多前輩曾經在一些 就是我自己比較矛盾的時候 他們是給了很大的鼓勵我 所以今天真的很感恩 我待會進去 我就真的要逐個逐個再多謝 你經常拿獎 是的 很開心 特別開心 希望這張照片 就是剛才可以跟她同框拍照 我說真的要好好紀念這一晚 我沒有跟韋仔合作過 希望有機會 沒有想到這麼遠 只是現在這件事 我都沒有消化到 希望待會可以進去 繼續進行 因為去年這個時候自己有了寶寶 去年很早離開 今年就希望可以進行 和朋友和各位導演演員 去開開心心地玩這一晚 是的